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監管问题令第三季表现真的哭 现在如果计算全球股市的表现 譬如滑芯300仍然是负数 香港股票也是 亦都大幅跑输 其实Prycella都为我们准备了一个 以往很多年来 其实我们都经历过中国的很多自身监管问题 或者受到环球的一些气候变化 所拖累到的问题 其实你会怎样去拆这次这个局 我就知道我一向都见惯了 但是这次好像真的很密集的重拳 7月之后没有停过 你们的投资界是怎样安抚客户在这方面 其实我们都真的不是第一次见的 是的 我们看到这么多次的监管 其实每一次有些监管出台的时候 都会是 我们发现通常可能经济活动比较稳定 以及会比较正面的时候才出台 所以其实都是一些 大家可能预期了的情况 我相信可能是中央预期了的情况 从而进行一个结构性的改革 当然每一次这些监管出台的时候 也都会是对市场造成一个冲击 甚至乎可能会令到一些 相关的行业是受压的 其实反而我们会见到 就是每一次这些被监管的行业 出现一个受压的情况之下 我们见到可能的估值比起 以前就更加便宜 那每一次呢 其实我们的Game经理就会很开心 每一次都会去找到一些 不同的投资机会 OK的 你看到这个图也挺有趣的 通常打压完 你见到下半年沉下去之后 之后其实都会有一个翻身的机会 如果你敢在低位撩底 也都找到一些优质股份的话 其实你不会怎么输掉 只不过 阿佩斯拉也跟我之前有分享 就是说 你如果单看着MSCI中国指数去做 就比较麻烦的 因为它的比重比较大的 现在就是集中在打压那些行业里面 所以其实你单是买指数 就不是很好 现在的策略是应该要精明地 选对一些股份 是吗 是的 没错 因为其实在整个市场里面 我们都发现很多投资者 都是比较集中买到一些 超级大型股里面的 尤其是指数的比重 其实我们看到在过去这么多年里面 指数的比重也都变化很大 20年前在电讯的行业里面 就占了指数60% 如果看回金融股 在过去那10年里面 就由零去到40% 甚至乎在近年 互联网相关的 就已经占了40% 所以其实那个演变是相当之大 如果我们跟着指数去买的话 其实无可避免地 一定会买到那些地方 是否代表了整个中国呢 其实整个中国 有超过差不多5300个 300间的上市公司 我们可能看回刚才超级大型的公司 已经占了整个指数的七成 剩下的大部分的 其实是未在指数里面可以包括到的